张化家福发展学员 以服务身心障碍于曼菲天室儿童超过30年 服务范围涵盖张化县浦岩 福星 鹿岗 秀水 花坛 县西 深岗 张化 河梅等9个乡镇 超过600名学童 为支持这些孩子的学龄前特殊教育 惠荣科技今天捐赠120万元感官辅具 帮助提升早期疗愈效果 家福发展学员园长李国良强调 家长在照顾这些孩子过程中面临极大压力 呼吁社会多关注并支持这些孩子的发展 飞起来呢我们就会有炎药出现 这个是我们的眼面互动游戏 手要动一下手要动一下 看一下我们眼带就会出现 大人应该就会很舒压 小哥应该觉得很好啦 还有这个国经互动式的体感游戏 我们的断货从又跑上来玩 哈哈哈哈 觉得很疲愈对不对 我以为我们就有这个颜料颜色出现了 有颜色 有颜色 然后小朋友的身影会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我们上次才有玩这个 有吗有吗有吗 看那么久 好快一拍手快一拍手 拍一拍 拍一拍我们的颜色就会跑出来了 快 有吗有 有 张化人张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